在抗议过程中 到处都能看到志愿者们忙碌的身影 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为疫情防控贡献着力量 江西的舒华荣也是其中一员 而他成为志愿者 却有一段无巧不成书的经历 一起来看 这几天 在渠州实时派出所负责的卡口 有名男子身穿志愿者红马甲 说着江西口音的普通话 认真地对过往人员进行测温减码 他就是志愿者舒华荣 说起自己在渠州当志愿者 舒华荣还是有些不知所措 就在进退两难之时 无奈的舒华荣 选择向渠州实时派出所求助 他非常慌张也很着急 还得知他午饭也没吃 所以我就先给他准备了午饭和水 让他休息一下 那么后面跟我们疫情防控指挥部 确认之后 他是滞留人员明确是不能外出了 他只能暂时在车上停留 滞留卡点后 得知不能马上回老家的舒华荣 便热心开始帮卡点防疫人员一起做事情 而这不经意的一幕 被派出所教导员蔡全城看到了 我当时就在想 因为我是也下达了这个志愿者招募的动员令 那么他确实也很热心也很积极 所以经过协调 那么他也成了我们这个疫情防控卡点上的一名志愿者 当天派出所立即妥善安排了舒华荣的食宿 舒华荣也穿上了红马甲当上了志愿者 每天在卡点一刻不得闲 帮忙做好卡口防疫工作 舒华荣也抽空通过微信视频 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家人 感谢蔡警官 感谢乡政府成为会干部 早日再生疫情 早日前的团队 其实我个人也被我们这位江西大哥的精神所感动 我相信有各方的支援 有大家的习心协力 许州战役必胜 记者王延渊 编辑报道